花蓮市长魏佳贤颁奖表扬了 荣获独任调解机油市长奖的四位委员 以及两位转介调解机油人员 他表示获奖的委员或转介调解人员的调解件数 都超过了20件以上 调解委员以他的经历和专业的背景 不仅为民众排解纠纷 更为法院减少了诉讼 市长魏佳贤表示 花蓮市调解委员是由地方上具有法律 或者是其他专业知识的公证人士所担任 免费为民众调解各项的纠纷案件 由于有专业知识加上公平亲切的服务 去年超过千件的受理案件中 成立案数及达成率将近有9成 除了为民众解决难解的纷争之外 调委会的考核业务也屡获夹击 每一个调解委员都有他各自的专才 那有交通类然后有法律类 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调解经验的 我们所有的伙伴 那为我们花蓮市民来做服务 那我们调解的成功的建树 也获得相关单位的一个表彰跟表扬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表扬几位 真的还蛮优秀的一个调解委员 那也在调解成功案例上面都有非常卓注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调解的过程里面 也减少了法律的心送的问题 那在第一阶段就能够解决掉很多民众 在发生状况的过程里面 如果彼此之间出现了问题 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个适当的仲裁 适当的调解 让这些问题能够赶快的化解掉 也不用走上法律的途径 这是我们最主要调解委员的目的 那这些调解委员真的非常优秀 那也很多的单位也常常来观摩 我们调解的过程里面 到底怎么样能够把这些问题能够快速的解决 那也是13项这里面成绩最卓注的 那我们期盼这些调解委员都能够持续的不断精进 然后也能够帮我们所有民众持续的服务 今年获得市长奖的调解委员包括了 陈启琛、胡玉恩、陈振伦、陈妙珠 转介调解机友人员则是自强派出所的 原警李志廷 明台产物保险公司的客长柯昆宏 市长表示调解委员资历丰富 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获得公平公正的协调过程 而来自不同领域的委员们 也可以用各自的专业知识 让协调案件达到促进地方和谐 社会祥和的目标 协调会欢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